從東港開往小琉球的交通船一靠岸 遊客立刻露出高興的笑容 因為大家從後船大廳排到室外 長長的人龍為了去小琉球玩 最久已經有人等了三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跑不掉了吧 你們從幾點來等的 十一點多 平常日我們只有七班的船 那像我們昨天就架開了 二十七班的船班 光我們公司大概都 已經載了六千多人到小琉球去 民營交通船業 業者比平常多開五倍班次 當地兩家民營船 第一天載到小琉球的遊客 就超過一萬五千人 幸好這兩天沒有大太陽 遊客都能耐心排隊 但是到了小琉球 人擠人 玩得也不輕鬆 走出碼頭一整排的租車業者 竟然從第一天中午以後 不管加油機車 還是電動機車都被租借一空 等一等別人還車才租得到 我自動車以前沒有 然後這裡像是跟民宿配合的 還有肉池 乘搭 肉池 乘搭 肉池 乘搭 不在家了 不在家 不在家了 對 小琉球過去曾為了減碳 推動環島公車 但因為平日和淡季遊客少 無法永續經營 現在當地觀光越來越熱門 反而刺激業者增購機車 卻也不夠因應連續假期 屏東縣政府想推動小琉球為低碳島 勢必要再想想對策 記者綜合報導